我都忘记有多久没有感受到大自然的生活了 自从脊髓损伤以后 行动的不便让我哪里也去不了 做轮椅这四年多 依旧对生活充满着希望 我每一次的出行与大自然亲密的相解 心中也会变得豁然开朗 对于做轮椅的我来说 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长期的久坐 我也会找个地方站一下 减少屁股的压力 所以一开始我没办法 接受轮椅这种框架工具 更没办法接受 坐轮椅上每天出行的方式 因为始终我认为我还可以站起来 可随着时间的沉淀 现在的我也明白了 轮椅已经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可以带着我去看秋天的景色 小溪的流水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不想让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 所以我要用我的乐观与笑容 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人生的几十年 用有限的时间做最坚强的自己 这就是我坚强勇敢并存 屏幕前的朋友们能支持阿星吗 如果支持喜欢的话 就长按三秒加个关注 点个赞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员